国家主席习近平 15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哈凯恩德西齐来马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 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西齐来马访华的有 总统夫人 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部长 财政与国家规划部部长等 军乐团奏赞中两国国歌 名笔炮21响 西齐来马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 观看仪仗队分裂式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 西齐来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